求自己 我们绝不撤退 把这件外套穿出去外面走来走去 当时林非凡公开场合 几乎都穿着这件外套 不但成为热门商品 还被网友封为正义绿大衣 而当时跟林非凡并肩作战的陈维婷 如今在美国攻读学业 接受平面媒体专访 谈起当年亦师亦友的反服帽战神黄古昌 想了很久才缓缓吐出 没办法认同他的选择 面对服帽只退缩到反黑箱 却不提当初反服帽理念 却不提当初反服帽理念 一经又为事实 而诸导占领行政院的学生领袖 魏洋也同身一气 质疑黄国昌与当年的精神违背 确实当然大家可能会有质疑说 你是不是某种程度上 远离了当时的一些价值跟理念 在念台大社会所的博士班 那另外一方面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也还是有在环保团体 我要求的只有自己 我要说的是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现在到底在哪里 请蔡英文总统出来 跟大家说清楚讲明白 黄国昌退出时代力量 转批民众党战袍 另外当年媒体组组长吴珍 接任民进党发言人 当任主员的黄杰 则投议员更上层楼 进入国会 非常庆幸 有一群学生 勇敢地站出来 要拯救自己的国家 3A8学运是台湾重要一页 十年过去当年的半分钟 张庆宗儿子张志伦 接棒立委 而当年学运领袖 有的战离政坛 有的分道扬镳 各自走上了不同道路